一辆赖比瑞雅籍的货轮前往花莲和平港的途中 突然发出了求救信号 表示船上有三名中国籍的船员 疑似在密闭舱间作业时 吸入过多的毒性气体而中毒 空行直升机出动以吊挂的方式救援 可惜经过松衣抢救 三名船员仍然不致身亡 搜救人员不畏风雨在直升机上紧急垂降 将货船上的船员吊挂上来 而港口的警车鸣笛坐响十万火机 这艘赖比瑞雅籍负责载送煤炭的散装货轮回音号 从南非理查兹湾出发 途中经过新加坡 预计7号早上7点会进入花莲的和平港 但6号完经8点多 在花莲港外海约12海底处 突然向台湾发出求救信号 船上的三名中国籍船员 疑似在密闭舱间作业时 吸入过多煤炭毒性气体 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休克 海巡接获讯号后 在6号完间10点左右联系空行直升机 协助吊挂救援 并安排警车在港口待命 由于这三名船员是由直升机吊挂 那本总队地级派员 在直升机的降落点 也就是23号码头前方的空地 实施管制及警戒 三名船员被运下飞机后 救护人员试做CPR紧急抢救 不幸的是三名中国籍船员 宋一海市宣告不治 而霍伦回音号 在和平港卸货后随即离港 留下船上的主管协助制作笔录 而监禁也将进一步调查船员的死因 记得三剑人欢迎报导 去到別身身了 除了 辛距離